12日下午,湖南省纪委发布消息,洞庭湖去下塞湖非买围问题曝光后,湖南省委高度重视,态度坚决,采取有利措施,督促案把地党委和政府对下塞湖买围进行整治。 截至6月20日,已将改文全部清除,同时,则成省纪委监委成立专案组,对向塞湖买围问题进行撤查。 近日,省委常委会听取了调查情况汇报,对有工责任人员,做出严肃问责的决定。 出位6月15日,树台大型机械在为截至闸口作业无人机拍摄经查。 2001年以来,原江市C银企业主下顺安以生产和销售卢尾的名义,先后多次与湘英县湖州管理委员会和原江市路湖卢尾厂签订合同。 在下塞湖台沟拉曲,诸位修路,经营卢尾,2008年至2011年,夏顺安与湘英县和原江市湖州管理部门,为规训仙长期承包合同。 非法维护湖州,湖道,擅自修建改为,从事非法捕捞养殖,到采杀时等,尤其是2011年以来,小顺安开始大规模加高,加宽和加护改为,并修建三个钢筋或民土节制炸,严重影响行红安全,严重破坏尸体生态。 2014年3月,湖南省国土资源厅通过摇杆卫星,发现下灾湖非法围后,湖南省委、省政府多次做出部署,开展专项整治,对省委、省政府三令五省的整治要求,省畜牧水产局、省水利厅、省林夜厅等省局部门和一样, 岳阳两地市县党委和政府及有关,部门态度不坚决,行动不积极,屡职不在位,少数领导干部甚至严重违纪违法,失职独职,为下税拿违法行为提供帮助,充当保护散,致是下灾湖海维问题,长期得不到有效整治,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,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。 下灾湖海维保露出的问题,究其原因,是政治站位不高,环保意识不强,屡职不到位,责任不落实,以市政机关发生偏差,省职有关职能部门,案发的党委和政府,得负责同志政治站位不高,专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,重经济效益,轻环境保护,有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认为生态环境保护, 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业务工作,没有认识到这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,没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责任,有的领导干部担当精神不强,作风不言不识, 对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行为视而不见,柴出不力,二是热窍监管严重缺失,下灾湖原疆部分于2002年,纳入国际重要失地,相应部分于2003年,列为省级失地生态保护区,向顺岸经营,请站下灾湖失地时间9,范围广,规模大, 华益阳原将是与岳阳相应谢,在此期间,益阳和岳阳两地虚目水产,林业,水务及湖州管理等职能部门日常监管严重缺失,不仅没有及时发现,制止夏顺安的严重违法行为,有的甚至收受夏顺安的红包礼金,混露,滥用职权,玫瑰与其签订,长期承包合同,诸之需讲汉见和证明, 并在夏顺安拉票会选,省人大代表等方面提供帮助,为夏顺安违法行为充当保护散,三世刑事主义,官僚主义问题突出,自2014年,发现夏塞湖非法委委以来,省委,省政府就三令五身,要求坚决拆除,对省委,省政府的决策部署,甚至相关职能部门,案发的党委和政府表态多,行动上, 落实畅,刑事主义,官僚主义问题突出,有的敷衍应付,以文件落实文件,以会议落实会议,满足于轮流圈月,层层转发,安排部署,有的热衷于语下属单位宣定责任状,转立责任主体,层层推卸责任,有的输一套做一套,三次降低以拆除标准, 在独茶独饭中不深入,不较真,不碰性,在检查验收中搞点通,打折口,甚至弄虚作假,为严肃党计政绩,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,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, 按照党政同责,一党双责,全责一致,抓住关键,终身文责,越往后越严的原则,经省委研究并报中央纪外批准,决定对省旭墓水产局等25个单位,等62名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文责,其中,其与省旭墓水产局党组成员,部局长唐习珍,省旭墓水产局党组成员,部局长黄财高撤销党内职务, 政务彻职处分,即与一阳市政府党组成员,副市长谢寿宝,一阳市畜牧水产局党总组书记,局长黄幻斌,一阳市畜牧水产局党组委员,部局长蔡政才,一阳市林业局党组书记,局长蔡光辉,撤销党内职务,政务彻职处分, 即与一阳市政府党组成员,副市长王志强,原家市畜牧水产局党组成员,部局长草水平撤销党内职务,政务彻职处职处分, 即与一阳市任,原家市陆葫芦委长党委书记李盈辉,肖建宏,团长李毅,撤销党内职务,政务彻职处职处分,即与一阳市农牧党组成员,副主任贾文胜, 十月日阳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党组成员,副局长,撤销党内职务,政务彻职处职处分, 即与一阳市房子办公室房屑督察专员,保证国党内严重警告,政务彻职处职处分, 即与湘英县政府党组成员,副县上蒋世杰,湘英县湖州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,副总经理龙门撤销党内职务,政务彻职处职处分, 即与湘英县人盛局政科及盖部刘建球,十任湘英县水产局当委书记,局长, 党内严重警告,政务彻职处分,即与省农委当组书记,主任任颜文, 十任省市牧水产局当组书记,局长,盛洞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沈欣平, 原家市委书记陶德宝,岳阳市副厅及盖部前自立, 2007年3月至2014年1月任湘英县委书记,岳阳市副市长黎作风, 2014年4月至2016年8月任湘英县委书记,光彩,2016年8月至2018年7月任湘英县委书记, 湘英县委副书记,县长,李镇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, 其他责任人员的助理,按有关程序办理,对涉嫌严重违继违法, 充当保护伞的一阳市委副秘书长邓宗祥, 十任原家市委书记,一阳市虚木水产局,原局长傅建平, 原家市水利局原局长胡经纬,原家市虚木水产局,原局长风正俊, 原家市陆湖卢委厂员三任党委书记王正良,曹文举,任世辉,原家市陆湖卢委厂员厂长赶建宏, 湘英县湖州管理委员会,原两任总经理杨丽华,汪建凡, 湘英县和道沙石综合执法局南湖站站长胡桃等11人, 进行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, 根据审查调查结果,在给予相应的档级, 政务处犯一级追究刑事责任,省委指出, 下塞胡非法改为问题,是一起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国家公职人员严重失职独职, 累计违法的典型二件,对相关责任人的严肃处理, 再次释放了省委,省政府动真格,速攻击,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,护卫绿水青山的强烈信号,省委强调,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,的重大政治问题, 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,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, 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, 坚定不宜换彻新发展理念, 牢固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, 坚决并且以牺牲生态环境, 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, 要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考察, 时对我省政态文明建设提出的系列要求, 增强贯彻新发展理念,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, 省委要求, 各,及各部门, 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, 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, 实现可持续发展, 要深入实施长江经济代发展战略, 加大对中央和省级相关专项资金统筹整合力度, 共状大保护, 不搞大开发, 确保动停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, 守护好一江碧水, 要捅抽闪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, 深入实施大气, 水, 突然污染, 防止行动计划, 一箱将保护和治理为突破口, 助牢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屏障, 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, 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质量变革, 效率变革, 动力变革, 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 发展与环境协同共进, 努力为全省人民, 提供更多蓝天进水, 省委强调, 生态王民建设能否落到实处, 关键在领导干部, 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王民建设责任制, 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在生态王民决策, 执行监管中的责任, 各级党委, 政府主要领导, 要切实履行, 本行政区与生态环境保护,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, 切实做到守土有责, 守土金责, 要督促相关部门各司其职, 各尽其责, 立足于把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, 要用好稳的力气, 对造成生态环境所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, 不论是否调移, 提拔或者退休, 都必须严肃操处问责, 要举一反三,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, 对各种文法违规行为, 阻力再大也要坚决果断处置, 尤其要打破关系往合力一般离, 打击背后, 和黑恶势力和保护散, 不当目的绝不收听。